这段因缘 那么这段因缘呢 我们等会儿来讲 我们讲完这个注解之后 同学们把这个拿出来 这个地图 大家先看这个图表 一共是图表一二三四 大家先看这个图表一 净土中科判图表 散导大师 大家看图表一 图表一的上半段 是整个佛法 大家从左往右看 第一个是佛法 然后分了 分圣道门跟净土门 圣道门呢 圣道门就是 除了净土法门以外的 其他法门 圣道门就是 在我们这个世间 断祸正真 这个是完全靠自立 自立修行 靠你自己修行的功夫 你有功夫才能成就 没功夫 那只能跟佛法几个缘 那圣道门呢 你看大家看有个箭头 往净土门 一般人学佛呀 可能一开始接触的 不是净土法门 但是慢慢慢慢呢 从圣道门就引他 入净土门 净土门大家再往右看 上面有个要门 下面是红院门 要门是什么呢 大家再往右看 定善 散善 定善是西律 宁心之十三定观 散善就肺恶 修善之三福九品 这个靠什么呢 这个他的定和肺恶修善 定善散善都有自立在里面 叫自立回向 后面 右面看这自立回向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佛讲要门 刚才这个注解上讲了 佛说定善二善的 知意 望佛本愿 意在众生 一向专称弥陀名号 这一向专称弥陀名号 就是下面这个红院门 大家看红院门过来是什么 大愿 大业 大利 大愿 五节思维之本愿 这阿弥陀佛发的愿 为谁发的呢 为我发的 造载永节之万恨 为谁修的呢 为我修的 大利 名号无上功德力 光明无碍摄取力 为谁成的 为我成 所以我们一念阿弥陀佛呢 大愿 大业 大利 就加持在我们上面 这叫他利回向 他利回向 同学们知道吗 就是阿弥陀佛在超度 同学们都 我们很多同学都参加三思信念的法会 其实三思信念的道场啊 在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在做主法 在超度 超度 超度对面摆的牌位呢 有我们每个人的牌位 那为什么有的牌位能被超度呢 接受了就超度 这个叫他利回向 我们做三思信念法会 你请来的众生 他要接受阿弥陀佛的加持 他就往生 所以同学们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牌位 我们是一个活牌位 只要你一接受 就进入佛光 佛就化你 光中化佛 无数亿 怎么样接受呢 就专称弥陀名号 专求弥陀净土 这个后面还有解释 后面底下图还有详细的 大概顺一下 同学们不明白的下来可以我们讨论 底下就是这部观经 再往右看 上面是定扇 十三定观 闪扇 大家看 上三品是行福 中上中中品是戒福 中下品是四福 三福九品加十三定观是要门 是方便 所以后面讲方便要门 方便就不是如来的真实意 如来真实意是什么呢 大家往下看 下三品念佛 显万横随一言非定非善 直接一横过来 叫真实宏愿 同学们这一段就是 善导大师的叛教 把佛法判作圣道门净土门 净土门在分要门 红院门 观经里面定扇闪扇都属于要门 红院门是什么 大家要给它分清楚 然后同学们以后听经 你要听到哪一句话 你看 你就分了 它是定扇还是闪扇 就某某人说了 你呀一定要把敬业三福做到 然后才能升到极乐世界 大家知道这是哪一门吗 你就看在地图 一定要把三福做到 然后才能往生 你看要门下面那个闪闪 然后一过来看 自立回向 再往这边一看 方便要门 你就清楚了 那在这要门里面呢 修行的人 成就的人就 就不容易了 万修万人去的就是真实红院 大家看下面这个图表 图表二 净土教法 传承简易科判 大家看这个传承祖师 第一个是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把整个佛法判作 南行道跟义行道 大家看 传承祖师右边的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底下写本院 就是阿弥陀佛的本院 底下写义行道 下面那个蓝色呢 叫南行道 地铁分红线和蓝线 蓝线叫南行道 谭卵大师呢 大家现在看 净土法门他判作他立 蓝线呢 是智力 道卓大师下面是 信愿行是净土门 这药门回向 第十九院 回向到净土 这智力回向 他所谓净土的药门 我们是不靠智力 完全仰仗佛力 这是宏愿门 那道卓大师分净土门 底下是圣道门 净土门是信愿行 圣道门是戒定会 所以强调戒定会的 靠戒定会成就的是圣道门 所以作为同学 我们戒定会修的不怎么样 有没有把握往生 假如你走圣道门 难了 必须要依戒定会 断贪臣吃 那净土门呢 是以信愿行升级的世界 它不是要求你在这个世界 把戒定会修成什么样的 它是要你换一个世界 但是呢 同学们 我们也尽量的做个好榜样 虽然我们知道 我们戒定会修不到什么程度 但也要敦伦敬奋的修 我们不能太偏离 有的时候 一些人学了这个法门 太偏激了 一学完了 哎呀 吃素吃了十多年 真远望 早知道不吃素也能往生 是不是我这 这就有问题了 闹了半天 你吃素是为了往生才吃素 听说不吃素也能往生 马上第二天就去吃鱼去了 这就有问题 我们还要尽量好好地 断恶修丧修 我们这个断恶修丧是本分 不谈条件 我要往生我才断恶修丧 不往生我就不断恶修丧 不谈这个条件 但是这个阴形我们要搞清楚 那么龙树菩萨往下传 谈卵大师 然后道卓大师 道卓大师就是散导大师的老师 散导大师在道卓大师的基础上 把净土法门整个的叛教给完善了 所以大家看散导大师 这个框非常大 后面讲五行 称明礼拜 称明 战供 礼拜 观察 读诵 这前面讲了 在这个上品上声章的时候讲了 五种正行里面 底下四个是住业 上面那个是正定之业 是第十八愿 就一心专念 弥陀名号 行住坐卧 不问时节久尽 念念不舍者 是名正定之业 顺彼佛愿故 散导大师 观经书 散善意 大家再看这个正定之业 下面箭头连下来 红愿 红愿第十八愿 分出来第十九愿 这个第十八愿里面都 都给它包括了 那么第十九愿呢 这个要门 你看前面的从上品 从定善到下面 上品上声 上品中声 上品下声 中品上声 中品中声 中品下声 这个都是回向 底线的三下品的 上声 中声 下声 是恶人 他们是临终的时候 才遇到善之死 签令念佛 往生净土 他们叫做临终夜城 上面那个 假如我们平时 现在大家就努力的 念佛求生净土了 发心去了 这个叫平生夜城 平生夜城就是 你现在往生的条件 就聚足了 因为有很多念佛人认为 我念 现在是念了 能不能往生呢 不一定 看临终了 临终最后一口气 要是阿弥陀佛 就能往生 换句话说 现在念了 还念个不一定 就是还没成 实际上呢 偶艺大师也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法门是 一念相应 一念生 念念相应 念念生 所以往生呢 我们现前就聚足了 刚才我跟同学们举个比喻 你比如有个念佛堂 我们进去念佛 或者你 我们不说念佛堂了 大家一听念佛堂都执着 没念佛堂就不念佛了 就是我们念佛的时候 就是熏香的时候 你看过去古人 那个衣服熏香 你比如我这个海青 晚上我要参加一个 大型的典礼 我白天把这个衣服 底下上香熏着 晚上参加典礼的时候 我一穿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香不香 这个香已经离开我这个衣服 不再熏我这个衣服了 这个衣服穿到我身上了 它有香味 诸位同学 我们现在就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的香就熏着我们 万一临终的时候 不是头脑清醒走的 不是寿终正寝走的 有这个可能 因为佛弟子里面 有很多佛弟子 他给我们视线 好像木剑莲是被打死的 神童第一的木剑莲 走的时候是被人打死的 所以这个死的时候 什么因缘我们都不知道 那我们不管怎么死 不要担心 我这个衣服已经熏香熏香 熏着一定程度了 这个香撤走了 我这个衣服香不香 就我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熏香熏了 临终一下昏迷了 念不出来了 我念不出来 能不能往生呢 他已经熏成这个香 所以同学们 不要老担心 我临终万一念不出来了 不能往生 你担心那个 你就是 万一我临终念不出来了 万一我临终念不出来了 你老念念不出来 就念不出来了 佛说的一切法 从心想生 你管他那个呢 我就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管的临终 能不能念出来 现在能往生 临终一定能往生 现在怀疑 怀疑到都不念佛了 念佛当中 有许多这个东西 疑虑 不踏实 我们听经明白之后 就很踏实了 我这个佛号念得 口称佛名 很安心能往生 佛来证明 真身观 花作观 我们虽然观不成 但是那里面 透露一些消息给我们 我们一看 原来是这么回事 就安心了 所以这个四帖书 同学们 把它多读几遍 花一点时间 我们学观经四帖书的时候 同学们要做个准备 把你以前的观念 统统放下 从头学 不管你念佛几十年了 听经多少年了 都先放一边 从观经四帖书 从头开始 把这个净土法门的 叛教叛刑 好好地理顺清楚 我们在这个地铁线 转来转去 你转不到 找不到家了 跳出来 到地铁总站看一看 这个地铁线 到底是怎么连的 为什么我转不出来 散导大师师帖书 就把整个这个路线 给我们摆清楚 我们看清楚了 稳稳当当的 你不迷路啊 你也能带别人不迷路 大家在看这后面的表 我粗略地讲 要不时间不够了 表三 你看那个红色的 南无阿弥陀佛 下面就解释 言南无者即是归命 亦是发愿回向之意 就发愿回向发愿心 言阿弥陀佛者即是其行 以示异故必定往生 就愿行俱足 阿弥陀佛名号俱足三心 净土宗的宗旨 信受弥陀救度 大家记住 这个法门是救度法门 所以阿弥陀佛救我们 同学们还谈条件吗 大家发现 哪个佛救人要谈条件 你要做到什么 我才救你 要我不救 同学们 假如我们很多同学 都做父母的 假如你的小孩掉水里了 你要不要救 那当然救了 这我的孩子 救的时候还问不问 孩子啊 昨天作业写完没 没写完我不救你啊 有这么问的吗 不管写完没写完 先捞上来再说呀 他的学业现在是命啊 所以救度法门是不谈条件 所以过去古德 把这个法门判作救度法门 净土法门以外的法门 叫修行法门 修行人家你达不到标准 不能毕业 阿弥陀佛这是救度法门 信受弥陀救度 专称弥陀名号 愿生弥陀净土 广度十方众生 我们这个路线看得非常清晰 然后看中间 称名必生 上面是法 就是要依法则 法是什么呢 就是阿弥陀佛 下面是基 就是根基 我们学习佛法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上面是法 佛有法 一定要弃众生的基 现在我们学佛都学一半 我们一听 哎呦 这个法很好 也不管根基能不能达到 就去学了 你看这个法 讲到法后面讲根基 根基是什么呢 念佛众生 念佛众生 大家看底下有个框 叫基身信 念佛根基的人相信什么呢 医者决定身信 自身现世 罪恶生死凡夫 框节以来 常末常流转 无有出离之缘 同学们 这个根基是我吧 这个根基容易信吧 假如一个根基 哗 画过来 这根基是什么呢 必须做到敬业三福 有一条没做到 都不可以 这个法门我们就没分了 这个法门什么呢 罪恶生死凡夫 哎呀 诸位同修 我在读下三品的时候 真高兴 他没惭愧 我更高兴 因为什么呢 我也没惭愧 他说哎呀 造了这么多罪业 要有惭愧心 麻烦了 我们人造了罪业 不知道 无惭愧心 又去不了 所以这个 基就把所有众生 都包括在内 法 大家往上看 法身信 二者决定身信 比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 色受众生 无疑无虑 成比愿力 定得往生 所以同修们 我们能不能往生 看什么 别看基 看法 以后谁问你 能不能往生 你有没有绝对把握 有人问你 能不能往生 不一定 为什么不一定 你一谈 肯定谈到基上去 因为我这个没做到 那个没做到 那个没做到 临终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念这出来 你看都在这个基这边 晃悠 能不能往生 不在基这边 我说两个字 根基这边 能不能往生 决定我们往生 在上面 在法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往生有把握 我说我往生有把握 不是说我修得好 是我信上面的法 我用上面的法 所以我必定往生 现在同修们知不知道 为什么说万修万人去 为什么再说 在座作为同修 肯定往生 你要知道为什么呢 然后你出去说了 严绩问你能不能往生 你说我肯定能往生 严绩问说为什么 因为那天盖世法师讲的 完了 那你就肯定完蛋 我那天一倒下 你也倒下 就依人不依法吗 佛明明告诉我们 依法不依人吗 你依这个法 谁说你不能往生 都没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依法不依人 任何人来说 破不了你往生 为什么呢 依法 这个法是什么呢 大家看清楚 决定深信 比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色受众生 无依无利 成比愿利 定得往生 大家看中间这个 称明必生 旁边有两个框 受我得福 十方众生 自信信药 预生我过 乃至十念 大家看自信 信药 自信 就是自成心 信药 就是身心 预生我国 就是回向发愿心 这叫三心 三心 落实在什么地方呢 乃至十念 后面有个括号 叫一向专称 一个方向 极乐世界 专靠 专称 阿弥陀佛名号 就是三心具足 然后 后面大家看 左下角这个 佛就给你保证了 若不生者 不取证据 你要不能往生 阿弥陀佛就不能成佛 现在阿弥陀佛 成佛以来 于今时节 这个叫什么呢 就叫做 基法一体 上面的法是阿弥陀佛 下面的基是我 合起来是什么呢 大家看那个 拿摩阿弥陀佛 拿摩是基 阿弥陀佛是法 拿摩阿弥陀佛 叫做基法一体 我们跟阿弥陀佛 就连成一体 叫光中化佛 无数亿 你就是阿弥陀佛的 一个化身 出去被这样讲 自己知道就好了 我们有缘了 跟大家讲一讲 怎么变成一体的呢 就是这六个字 所以同学们 我为什么 到一些这个 法宝流通的地方 我就收集这六个字 这六个字告诉我 我跟阿弥陀佛一体 我是谁啊 我就那个拿摩 基来 那个拿摩就是归命啊 众生 十方众生归命 归命什么 归命阿弥陀佛这个法 叫基法一体 当我口里面念出这六个字的时候 拿摩阿弥陀佛 就什么意思呢 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了 我跟阿弥陀佛一体一连线了 我命一道 手脚 你看我这个配音呢 多快 就到极乐世界了 一体的了 跟阿弥陀佛一体 你就跟生死分流了 我在我新加坡在这段时间都听同学们什么 PIECT什么E 我都知道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高速公路 大家老说 我们这个阿弥陀佛这条公路 我们就跟娑婆世界的生死分流了 现在跟大家好像是一条道上的 到生死关头就分流了 永远跟生死永别了 叫超越生死 再来这个生死当中呢 是什么呢 叫成愿再来 作为同修 这个法门多么殊胜 讲了45天了 今天这个表格也是佛力加持 最后这个落实 用这几个表格把这个 三道大师师帖书 整个纲领体系都给看出来 大家再看最后这个第四个表 第四个表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图这个颜色 好像跟我们的地铁线的颜色挺配合 红色线 绿色线 紫色线 蓝色线 大家看 他立本院 佛中间这个是红院 红院这边你看 红院的指向是谁呀 为谁而发的呀 就这个法门的政客生是谁呀 你看一般的法门政客生 华言的政客生是法身大事 禅宗的政客生是上上跟进 天台有天台的政客生 唯有阿弥陀佛的政客生是谁呀 恶凡夫 阿弥陀佛是专门针对我们 发的四十八月 我们还瞧不起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救不了我 什么时候我变成善人了 阿弥陀佛才能救得了我 我现在为什么不能往生呢 因为我始终想变善人 变不了 我一直在造恶业 所以我不一定能往生 这就是冤枉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的红院 对着的脚 针对的就是恶凡夫 造作极重罪业的凡夫 所以法灭尽后 有一些众生 遇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都能得度 大家看旁边 右面 自立回向净土 底下是要门 要门所面对的是谁呀 善凡夫 所以同学们以后记住了 又听经了 听到必须做到定善 或者做到闪善 你看闪善里面要忍 要持戒 要不失 等等等等 要修什么什么 你知道这是对善凡夫讲的 我是恶凡夫 虽然我是恶凡夫 但是我还是能往生 我靠阿弥陀佛的宏愿 大家看底下 这个恶凡夫是三福无分的愚人 举恶色善 恶人都能成就 何况善人 实际上同学们知道吗 在净土法门 有一些古大德这样说话 善人都能往生 何况恶人 我们一般怎么讲呢 我们一般说 恶人都能往生 何况善人 古大德说话不一样 说善人都能往生 何况恶人 大家去体会体会 为什么古大德这样讲 因为有很多善人 他执着自己的善 因为很多人呢 他不相信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体会不到阿弥陀佛的愿的红身 不知道阿弥陀佛不思议的功德之力 所以古大德有这么说的 善人都能往生 何况恶人 他这个话呢 同学们听一听 体会不了就算了 我们按正常一点的 恶人都能往生 何况善人 我告诉同学们 真正入红院门呢 恶人容易入进去 善人难 不信你去跟一些 在通途法门 讯息很久的人 你跟他讲 他不接受的 很难接受的 什么是业障 通途的观念 他执着那个观念 那就是业障 所以这个法门 有的菩萨都不相信 我们相信了 奇怪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能相信呢 你遇到观经 恶人就容易相信 你看这个下三拼 都讲我们恶人的 所以我们就容易起信 你看善导大师说这个信 把男信就变成异信 相信不相信 自己是罪恶凡夫 相信 相信不相信 自己怎么修都修不出去 相信 你修一修就知道了 修不出去 然后第二个信 帮你救活 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 你成阿弥陀佛的愿力 必定往生 大家看这个 宏愿的左边 左边的这个 闻思修 闻是读诵 思是观察 修呢 生口意落实 一夜赞叹供养 深夜礼拜 口夜称明 你看那个口夜称明 是个红色的 所以这个法门呢 口称 以前我们在 培训班 学讲经的时候 我们同学在一块讨论 哎呀 我们讲经 讲经都没做到啊 就讲修行嘛 讲修行 实际上没修到啊 很惭愧啊 因为到末法时期了都讲修行 没有几个真修行 末法时期是什么呢 正法时期是教理行果 像法时期是教理行没有果 末法时期是教理没有行没有果 有教是什么 说一说而已 我们可以弹玄 可以说妙 到时候 偶一大师说 平时可以弹玄 说妙 平时功夫得利处 到此时全用不上 什么时候 临终的时候 所以偶一大师就告诉我们 不弹玄 不说妙 不参禅 不学教 弥陀一具真心药 一串数珠真风调 到晚年呢 偶一大师就一天十万生 后来有个居士告诉我 念不了 他试验了一天 念不了十万 那念几万都行 根据个人的缘分 所以大家看这个正定之夜 这个红院呢 那个正定之夜上面有一个红框 佛本愿选定之夜 一向专称 非定非善 元宝定善二善 三学六度诸行 就是中风禅师告诉我们的 六字鸿鸣必尽该 大家看底下这个黄框 红院者如大经说 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 莫不皆称阿弥陀佛 大愿业力为增上缘分 这截录至关经四帖书的 玄义分 就第一卷 大家看右上角这个框 要门者 即此关经定善二门事也 定即息律以宁心 散即肺恶以修善 回十二行求愿往生也 这个就是要门 这也是关经悬义分里面 前面我都跟同学们提示过了 这四个表格 我大列的跟同学们叙述了一下 同学们再看不懂的 可以互相讨论一下 然后再借助这个注解 把这个图看熟 遇到什么情况 你拿这个图对照 听某某三指师说了一句话 好比我给同学们举个例子 昨天举的那个 口念弥陀心善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那你就要对照 这段文是从哪里来的 是依什么教学的 那它不在我们净土中内 我们就不依它 我们依净土中的教学 口称明是正定之一 是入弥陀宏愿 叫称明必生 下面还有五分钟时间 大家看一百五十七页 我们看看 善导大师是怎么样 把这个著作写出来的 大家看一百五十七页 第一行 切以珍重颇育 净土之药难逢 珍重